好 画面中看到有轿车自撞 但远景到场却要求车内的驾驶跟乘客趴在地上 原来彰化远景在凌晨两点多半夜巡逻时 发现一辆巡挂车牌跟车身不符合的车子 要求对方停车 但驾驶没有驾照 心虚逃逸 他开到中山路跟张南路口时自撞肇事 远景贺令两人下车 画面被目击民众拍下来 车子自撞地点在中山路跟张南路口 但肇事车并不是驾驶的 原来这名无照驾驶自己的车坏了 把车开到修配厂去维修 跟修配厂借了代步车 但半夜出门遇到警察 自己因无照心虚逃逸却自撞 无照的部分他要被罚12000 蓝查不停罚18000 至于悬挂他车车牌的部分 是由修车厂的车主来负担 警方会依违规事实来告发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